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每播电视剧中都会被戴绿帽子 那么在戒备森严的清朝皇宫里 如果给雍正皇帝戴绿帽 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认真地说 这种概率和中级议员大奖的概率差不多 如果和后妃私通 需要冒着权足灭门的风险 清朝皇宫中 除了皇帝和未成年的皇子 健全的男性只有那些侍卫们 换句话说 只有侍卫有可能与后妃私通 但是对于侍卫们来说 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清朝是北方渔猎民族建立的政权 对汉人们并不信任 清朝的皇宫里 总计有一千多侍卫 这些侍卫们清底色 都是满洲八旗出身 而且必须跟正聊同 这些侍卫们都有各自的家族 大部分都是豪门 一般不 感冒着整个家族被灭门的风险 与后宫的妃嫔的私通 为了防止侍卫与后妃私通 皇帝也想了很多的办法 侍卫之间有相互监视的责任 如果一个侍卫出了问题 那整个蓬的侍卫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因此 侍卫们之间都会相互举报 如果一个侍卫半夜不见了 其他侍卫肯定立刻向领侍卫内大臣报告 而且皇宫的侍卫分等级 那些工作时间长 得到绝对信任的侍卫 还有可能在后宫周围警戒 其他的侍卫都在外围 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近后宫 所以说 想给皇帝戴绿帽很难 不要小看后宫的太监 太监除了侍奉后宫嫔妃 也有监视各个主子的责任 如果后宫进入了侍卫或者其他的男人 估计太监用不了多久就能发现 在清朝的后宫里 宫女一般睡在后妃的外屋 如果后妃半夜出门 宫女必须跟随 在后宫当差也不容易 一旦后宫嫔妃出现了丑闻 那手下的宫女和太监也完了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出现了太子与后妃私通的故事 其实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 因为这是在玩火 太子印人和后宫嫔妃有染 作为太子 自己几乎一直在被监视的情况下 一旦自己做出了不恰当的举动 其他的皇子肯定会知道 包括康熙皇帝本人 在太子身边也安插了眼线 在真实的清朝后宫里 后宫嫔妃可能并不爱皇帝 但最多就是精神出轨 根本没有实际可能 而且清朝的后妃并不是各个碧月修花 目前光绪皇帝的后妃都有照片流传下来 从照片来看 光绪皇帝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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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